首先请各位看这边 这边大部分都不是黄色 只有这个地方是一个加 它主要就是要提醒你 点选加可以增加一张新的仪表板 这张仪表板我想做的是预测 所以我在这边简单的先放一个文字方块 你觉得老板想知道什么事 我想他应该会想要知道这家公司 每一年我们都有利润 那我们来去预测说2019年 因为他资料只到2018 所以我们就来预测2019年的获利 下面我就要准备画预测表了 预测2019年的获利 其实他在这边所提供的操作方式都非常简单 我们先快速做出来 我再讲解预测这件事 首先第一件事情 空白地方点一下 第二预测建议是使用折线图 所以我点这个折线图 稍微把它放大一点 第三针对这张折线图 我的横坐标是时间 那这里面时间就定单日期 所以第三点选定单日期 第四获利 可是事实上你要知道 我们给他四个数字 现在只有四年 你给他四个数字 第五个数字 当然大概就会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建议在统计里面 这最基本的大数法则 你一定要知道 至少你要把它变成三十期 所以你至少要做到三十 那就把它从年改成季 是不是点这个图示 第五件事情 请点它 现在一年有四季 所以四年是不是十六季 所以要再点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获利 也就是48个月的获利 接下来第五个动作 分析 点分析 接下来我们要点最下面这个 趋势预测 请把这个卷轴拉下来 最后一个动作点 这个加入 你现在看到的很像一条 它画出来一个趋势线而已 如果说你把它用一年来去看的话 它就确实是往右上考 可是我现在要告诉你 这三个数字 请把它改成十二 这个趋势预测长度 我先预测十二 其越过最后六个跌 请问一年有几个月 十二个月 所以这边请输入十二 然后请点套用 我们这样就完成了 预测2019年的获利 给你们试试 谢谢观看